小鱼小鱼 我这里有个挑战 完成就一万块钱赏金 要不要来试一下 真的吗 喝完喝 你干嘛要拿块豆腐呀 因为今天的挑战 就是要切豆腐 切豆腐还不简单吗 但是今天 你只能切三刀 三刀 没错 你只能在这块豆腐上 切三刀 并且要在五分钟之内 把它切成九块 三刀切成九块 这要求是不是太可可了 不然你以为这个挑战 为什么能吃一万块钱 好 为了这一万块钱 我要把我的学习套数题 在脑子里面过一遍 让我来研究一下这块豆腐 嗯 这个厚度嘛 还就可以的 方方正正的 这该从哪下手呢 从这儿 还是这儿呢 要不从中间 怎么搞得不对啊 你到底能不能扫出来啊 那必须要 就我这颗聪明的大脑 解这道题 那还不简简单单 让我来给你表现一下 让我来鞋子给他一刀 这不就两块了吗 第二刀的话 肯定不能在这儿 也不能在这儿 那肯定在这个方向前 沿着这个角度 咱们一刀切下去 现在不就四块了吗 最后一刀 那儿可是关键 沿着这个方向 切下去的话 一二三 四五六 六块 这六块也不对啊 沿着这条线切的话 哎 好像可以 我已经找到它的诀窍了 咱们要一刀切过 这三块豆腐 大家注意看啊 简单的关键时刻 看看看看 是不是对数了 我来数数啊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七块 这不才七块呢 什么肚子呢 怎么可能就七块 这么你这儿还小了 又随功要输啊 就知道你肯定一次签不成功 所以啊 我还为你准备了第二块豆腐 一辣 这么好呢 真的想到了 上完咱们只是试水 这门正式开始 暴击十五分钟 开始 刚才咱们的鞋阶法 抛手有点不理 咱们这 要研究个更高明的鞋法 你再多说两句话 这时间不太大了啊 我来吹吹什么吹 我马上就好了 横着 竖着 哎 我有办法了 竖着来一刀 再横着来一刀 然后把四块豆腐 结在一起 然后再一刀切下去 你这要是犯规的 不能移动这个豆腐啊 不能移动呢 怎么切啊 等动你的脑筋啊 我有了 竖着切不行 那咱横着切 来把它们摆回原来的形状 接下来 咱们从这里 横着给它来一刀 还真难切 我数一下子 呦 承尽承出来了 我们来数一数 现在是多少块 一块 两块 三块 四块 五块 六块 七块 八块 笑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吃出来了呢 快点我又损失一万块钱了 看来还算不定的吃伤了 事不过三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给它千十九块 早了 但你为什么讲 我还准备了第三块豆腐 你可就好好珍惜了第三次机会啊 如果你这一刀还是撑不出来 你就得把这些豆腐全部都来吃了 一点都不许浪费 没问题 那必须啊 这一次你可得想好再切哦 不对 不是我的问题 是豆腐的问题 怎么就成了豆腐的问题啊 在正式切之前 我得先给它改造一下 咱们来先给它切薄一点 然后给它改造成一个长方形 这块豆腐 已经改造成我想要的样子了 还不这样 接下来 我就用三刀 把它切成九块 小伯伯 你们可以大胆猜一下 我是怎么做的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把它弯曲一下 然后斜着给它来一刀 这样就变成三块了 你这一刀也只切了三块出来啊 别急 还有两刀呢 等到你的眼睛瞧好了 一刀 两刀 来了 数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还真的是九块 就这样就切出来了 别废话 一万块钱 给你拿来 可是这个豆腐是你自己改造的 谁会问呢 你们觉得小鱼算是结出来了吗 今天这一万块钱 你必须得给我 我该把一万块钱给他吗